哇塞 有火山岩 这个地貌非常的独特啊 这里应该有美食捡的啊 像这种就是火山石啊 那种火山形成的石头啊 它没有浴化的 也有点像那个泥巴的感觉 就是说它也很硬 然后我刚才在这一段间 也捡了几个石头啊 捡了一种这种都不知道什么石头 敲开的话它是贝壳状 然后它上面有一些红色的血丝吧 这个表皮也可以看到啊 一条条红色的 然后这一块也是敲开的 里面有些红色 然后仔细看的话 它有那个比较细小的花纹啊 看这个敲口的话 它也是很平很光滑 证明它的肉也是很细啊 然后这两个打算给它剪回去切一下 这里剪了一个黄皮的 这个皮非常的黄 然后整个石头都比较完整 然后它这边露了一点肉啊 像这个石头的话 拿去当个摆件还是挺精美的 主要它这个石皮啊 它比较黄 黄秋秋的 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啊 还剪了一块这种 这一块有点造型啊 有点像一个老母鸡的感觉吧 然后它这种是水晶的啊 你看 它这个表皮啊 坑坑洼洼的 有点像那个饮食的表现 但是它这种是水晶 从这头可以看出了 它里面是有晶体的 即是说 在这个河道里面啊 刚捡起来 它有那个屋垢 黑黑的 不好看啊 看不清楚啊 捡了一块树化石 也是被我敲烂了 这边还有那个木的纹理啊 一条条的 然后里面 感觉有点像彩色的感觉啊 这个肉也是很细啊 给它拿回去切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惊喜啊 今天的收获不是很多啊 但是每次出来捡石头 都没有说空手回去的啊 多多少少也能捡上几个吧 因为现在的石头还是比较难捡 今天捡到比较满意的 还是这个黄色的 好 赶紧给它搬回去啦